你好,欢迎收看9月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陈彦汝 秀林乡文件站运动会以及成果展8号早上 在秀林乡立纵和运动场展开了 一样高照,部落青年与长者齐聚一堂,气氛十分热闹 而县长徐正卫,立委孔文吉,秀林乡长王玫瑰都到场与民同欢 要祝福所有的老大人们玩得开心 一百十年秀林乡文化健康站运动会及联合成果正大展开 现代许正卫,秀林乡的王玫瑰,立委孔文吉都在场与民众同欢 活动现场则是在花莲县秀林乡综合运动场三产组织场进行 厌阳高照,部落青年们与长者们取去一堂,气氛活络 待会会长郑秀林乡感谢大家的参与来重视长者们健康 在这个今天虽然天气这么热,昨天还下雨嘛,但是我们文化健康站的热情不减 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比较热,我们旁边有比较冷的水 那我希望长者跟照顾员在这个活动,健康顺利也美满的度过这一天 现在许正卫相当的开心 秀林乡十五个文件上的长者们持续一堂来这里现场同欢 因为有大家每一年都五颗星,对不对? 花莲因为有大家,我们已经连续两年,我们的康建杂志 这个全国健康,健康县市评比道大调查 花莲县市六都以外的第一名 掌声鼓励 都是因为有大家一起洗手同心的你努力 所以再一次哈娜感谢大家 秀林乡文贵表示,虽然受到疫情影响 大家团聚在一起,就是要展开自己的活力 现在许多与十五个文化健康站 故随关怀据典及葛珠山瑞智学堂的学员们活动一一寒暄 展现十足的清明作风,现场人道非凡 而来参与这项盛会的贵宾友李维孔文贵 以及葛珠村长等共襄盛举 接着就要欢迎收看小伙伴道